讲完了我国的 今天来我们来看本节最后一个知识点 国外建专装工程费用的构成 国外的这个构成还是比我国的简单 对不对 我国呢要么是构成要素七项 按照造假形成是五项 但是在国外我们来看 建设工程发承包价格 它第一个层次就包括三项 第一个是各单项工程费用 然后第二个是分包工程费用 再考虑一个暂定金额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将后面这两个包含金少的 先说一说哈 那如果有分包工程费用呢 它单列出来 那包括两项 一个是各分包工程本身的费用 然后还要包括呢 要给总包的利润 还有支付给总包的管理费 所以包括分包工程费 总包利润管理费 接下来再来看暂定金额 这个暂定金额 它应对的是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 比如说货物费呀 材料费服务费 就计它是不可预见的 如果发生了才动用 那这笔钱呢 承包人没有权利动用 只有工程师批准之后 才能来动用 那分包和暂定金额除外之后 剩下就是单项工程费用了 针对国外的这个单项工程费用的内容 就两项 一个是各分部分项工程费用 然后再考虑一个单项工程开办费 就两项 这个单项工程开办费呢 类似于我国的措施项目费 所以主要的是不是就是分部分项工程费和开办费呀 那分部分项工程费如何计算呢 依然是用分部分项的工程量来乘以一个单项来计算 这里同学们来计 那国外施工发承包价格当中的分部分项工程费 它用工程量乘以的这个单项是一个综合单项 而且这个综合单项是个全费用综合单项 从这个角度大家能记下来分部分项工程费包括什么了 那全费用综合单项是不是就是所有要素要包括 包括人财机管理费利润和税金 注意规费是中国特色的国外的费用当中没有规费 所以这样与我国对应起来 只把中国特色的规费刨出在外 那各分部分项工程费的这个综合单项 是不是就是按照构成要素剩余的六项都包括 人财机管利税 然后另外呢针对其他的有一些费用 也分摊到这个综合单项当中 所以再考虑个其他摊销费就可以了 大家按照我说的这样理解着去记 才能把这个知识点更好的记下来 千万不要洗净背 记清楚 那单项工程费用就两项 分部分项和开办 分部分项的计算的是我们全费用综合单项 与我国相比就是雇报会和归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每一项具体 包括什么 首先看人工费 就注意与我国的不同点 只要大家掌握这些特殊的地方 强调的地方考试就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不要求所有都背下来 人工费与我国不同的 我PPT当中标红色了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招雇解雇费 像工资啊 加班费啊 今天我国也有啊 有招雇解雇费这个名称 在我国的费用构成当中没有 再来看材料费 原价 运杂费 税金 运输损耗 及采购 及保管费 像我们国家 我们买的材料 本身也包含税金了 对不对 只是我们可能一般计税方法的时候 还要将这个税金扣除掉 那与我国的不同点是什么 就包括了一个预长费 这两个不同点必须要记下来 大家用这两个就可以在应试的时候找到正确答案 然后施工机械呢 也是包括两种租用的和自由的 然后再来看管理费 管理费呢 包括两种 一个是现场管理费 一个是公司管理费 现场管理费是针对本项目在施工现场发生的 而公司管理费是针对这个施工单位企业 那企业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哈 那属于公司总部的管理费 在这个项目上的一个摊销 那这两个管理费 现场的呢 占的比例约20%到30% 剩下的70%到80%呢 都是属于公司管理费 然后利润 还有税金就不说了 税金就按规定算的一个增值税嘛 然后还有其他摊销的 接下来了吧 然后剩下的呢 那类似于我国的措置项目费 就都归到单项工程开办费当中了 施工的用电用水积聚清理费呀 周转材料开销 临时设施的开销 住工地工程师的办公费 现场实验费 还有其他开办费 接下来了吗 这是整体的一个框架的构成 然后我们再来看费用构成 那先来说直接工程费 前面我在讲本节开篇的时候 我们引入了一个教材当中的注释 在我国啊 这个直接费包含的是人才机对不对 来看国外的是直接工程费包含人才机 那这个机就是机械 不像我国 我国以前也叫机械 后来改的是机具哈 就是机械 那这个人工费大家注意哈 人工的工种有很多 在国外建砖砖工程费用当中 这个人工费呀 有高级技工 熟练工 半熟练工和壮工 那有这么多工种 这人工单价怎么算呢 注意它是一个加全平均的单价 因为不同的工种所占的比重不一样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一个算术平均数来计算 一定要考虑一个权重 记住加全平均的单价 这里呢我们就单单独再注意一下这个人工费 多个工种 高级熟练 半熟练 壮工 加全平均来算 然后管理费呢 是不是说过了 那现场管理费 总部管理费 与我国企业管理费这个类似 那还包括什么呢 要注意哈 在国外的 比如说贷款的利息啊 就是事工企业的贷款的利息啊 保险费啊 代理人的费用啊 因为是国外工程嘛 那有一些事情 比如催工程款呀 办理一件事情 是不是找当地的人来办理这些事 更容易解决 所以这就是找当地人来 在事工单位办一些事 归为代理人费用 也属于企业管理费当中的单足记 企业管理费包括 有经费 利息 保险 带给人费用 广告宣传等等 利润和税金不说了哈 都一样 然后再来看开办费 开办费呢 大家想不同的工程 不同的国家 这开办费呢 会有不同 所以记得结论 因国家和工程的不同而异 接下来来看开办费 这里的第二条 单项工程 既然工程量越大 那开办费的比例越小 来看一下开办费 包含了内容 有用水用电 驻地工程师的办公费 设备费 现场材料 试验费等等 那比如说 开办费当中 住工地工程师的 这个办公费和设备费 那它并不会随着工程量增加 它会增加很多 比如这个设备买完了 无论我这工程量多少 我都要准备这样的一台设备 它就不会随着工程量增加而增加 那这样想一想 是不是单项工程 既然工程量越大 我们开办费所见的比例 反而是减少的 因为会有部分费用 不会随着工程量增加而增加的 这个结论要记下来 然后暂定金额也说过了 然后分包工程费用呢 分包工程费 包括分包工程的 直接工程费 管理费利润 然后总包利润和管理费呢 是属于分包单位 要向总包单位来讲纳的 费用组成我们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来看看费用组成和分摊的一个比例 哪些是组成分不分项工程单价 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这个单价应该是一个全费用综合单价 对不对 那组成单价 人才机肯定直接组成单价 剩下的像管理费呀 利润呀 那一些开办费当中 其他的内容税金都是分摊进单价 因为这个单价是个全费用综合单价 对不对 那从这里 从应试的角度 我们要掌握的是 有两项 没有办法给他直接分摊到每个单项工程当中 只能单独来列项 大家记住 单独列项的这两类就可以了 不能分摊进单价 也就是开办费当中的临时设施费 另外是为业主提供的办公和生活设施 缴手价的费用 心里默默的读两遍 临时设置费 业主办公 生活 设施 小手价的费用 那开办费单独列项和分摊要根据招标文件和具体的一个规定来处理 我们讲的只是一个三个情况 接下来呢 这个分摊比例呢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有固定比例 什么样的固定比例 那一定是税金政府收取的管理费固定比例 那浮动比例呢 是总部管理费和利润的比例 承包商可以自行决定的呀 那自主报价的就可以高可以低嘛 这是浮动的 还有像开办费的比例呢 需要详细的一个测算 还有用公式法来进行计算的 好了 国外的建筑安装工程费 我们讲完了 下面来做一个题目哈 这是2018年的单选题 按照国外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构成的一个惯例 关于直接工程费当中人工费 下轮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A 工人按技术等级划分为济工 土工和壮工 是这样的吗 不是 划分的是高级济工 熟练工 半熟练工和壮工 再来看 B 平均工资 按各类工人工资的算数平均值计算 可以吗 不对 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工种那不同的分类所占的权重不一样 要考虑一个加权平均来进行计算 不能用这那四类工人的工资直接相加除以四 不能这样算 还要考虑个权重 然后C 包括工资加班费津贴招护解雇费 只要大家记住 如果我不同的有招护解雇费 AB 没掌握到位也能够找到正确答案 就选C 而D 这个代理人费用在哪里啊 在管理费用当中 对不对 这道题就选C选项了 再来看18年的这道多选题 关于国外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当中的开办费 下流说法当中正确的有 A 开办费项目可以按单项工程分别单独列出 这不就是按照单项工程来列的 这是正确的 B 单项工程既然工程量越大 开办费在工程价格当中的比例是越小的 因为会有一部分开办费是固定的 不会随着工程的增加而增加 C 开办费包括的内容因国家和工程的不同而异 这是对的 B 开办费项目可以采用分摊进单价的方式报价 这是可以的 E 第三者责任投保费一般用对开办费的构成内容 保险费在管理费用当中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选的是 A C D 这三个选项 再来看17年的单选项 下列费用项目当中 包含在国外建筑安装工程材料费当中的是哪一个呢 A 单独列项的增值税 B 材料价格的预涨费 C 周转材料的开销费 B 各种现场用水用电费 这两个属于开办费 增值税和材料费是定类关系的 正确答案选的是B 预涨费 如果国不同的不就是预涨费吗 17年 又考虑了多选项 国外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的开办费一般包括 A 工地清理费有吧 B 现场管理费是属于分布分项工程费用当中的 因为分布分项工程的计算是一个全费用综合单价 单价当中有管理费呀 预涨费 这是属于材料费所包括的 也是分布分项工程费包括的 不属于开办费 周转材料属于开办费 暂定金额是与单项工程费用并列关系的 对不对 而开办费呢 是属于单项工程费 最正确答案选A和B 16年 关于国外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计算 下连说法当中正确的是哪一个 A 分包工程费不包括分包工程的管理费和利润 包括 B 材料预长费 记入材料费 不是管理费 C 开办费一般包括了工地清理费 及完工后的清理费 正确 B 在组成承包商投标报价的时候 管理费通常会单独列项 在单价当中分摊进单价的 所以正确答案我们选择的是C选项 好了讲到这儿呢 第三节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构成和计算 我们就讲完了 内容特别多是不是 下面我们还是回忆一下 本节呢 第一个我们讲的要点是区分建筑工程费和安装工程费 只要求大家计安装工程费就可以了 与被安装设备有关的 与被安装设备相连的 再记一个单台适应转联动 无负荷适应转就可以了 然后讲的是按照构成要素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划分 人才机管利润归费和税金 今年的一个变动注意规费不包括工程排污费了 对不对 人工费就是针对生产工人的 然后材料费在讲解的时候 特别提示大家要注意材料单价当中包含的损耗 是场外的 是以仓库出库为一个分界线 那比如说仓储的损耗 场外运输损耗在单价当中 而施工过程当中的损耗呢 是在材料的消耗量当中 施工机具使用费一定要注意哈 它是包括机械使用费和仪器仪表使用费的 机械使用费包括七项 仪器仪表使用费包括四项 那哪七项哪四项 讲不起来 自己去看书去记忆 然后我们讲的企业管理费 非常非常重要内容很多 先从口诀上将它包含的内容记下来 然后需要注意的什么 固定资产使用费 工具用具使用费 简易试验费 财务费 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下来都包括什么 然后利润呢 利润呢 是原则上实用单位的基础报价的 对不对 计算基数呢 今天增加了一个人才金 还有定额人才机合计 定额人工或定额人工加定额基据了 然后税金这里要区分 一般技术方法和简易技术方法的一个不同点 再往下是按照造价形成的话 分不分项工程费 就计综合单价包括无要素 并考虑一定的风险费用 措施项目费当中最最重要的 就是安全文明施工费 要特殊 然后还要注意 针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费用 我们也可以归到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当中了 怎么区分呢 然后从每一项费用发生的原因的角度来记忆 然后还有今年这个变动是其他项目费 注意这里增加了暂估价 在类金额呢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 暂估价必然要发生的 技术工是完成合同范围以外的 总成包服务费是配合 业主完成专业工程的管理啊 甲工材材料的保管 竣工资料管理等发生的费用了 要点就这些哈 然后再说这个暂估价 分为材料设备暂估价 专业工程暂估价 材料设备是暂估的单价 要算到分布分项工程费用当中 最后说说国外的 国外的这个呢 材料费单独寄一个预涨费 人工费单独寄一个招护解护费 那开办费当中的临时设施费啊 业主办公的费用啊 然后还有脚手价费用啊 是单独列项的 好了 第三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